今天我们教你怎么在这个flux生成的图像里边加入更多的细节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flux工作流生成的图像 你可能觉得这个图像应该是很清楚了 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加入更多的细节在里边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效果 这儿我有一个图像的对比 大家注意这张图就是我们这个原图 我现在把它拉到尽可能的档啊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增加细节之后的图像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注意 首先你要注意啊 它并不是一个原封不动的放大 所以说呢目标图像和原图像的并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你注意它整个的清晰程度 以及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细节 这个就会好很多啊 我们看几个细节点 大家先注意这个位置 就楼梯的这个缝隙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优化之后呢 这个缝隙会更加的清楚啊 另外呢 注意这个女孩的这个裙子的这个地方 它会有更多的这个花边在里头 另外呢就是注意鞋子这个地方 也会更加的清晰啊 甚至看手这个地方 这个呢就是我们增加细节的一种方式啊 当然呢有一个概念 大家需要搞清楚啊 我们所谓的增加细节呢 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变得越来越漂亮 而是指我们的这个细节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啊 比方说你看耳环的这个地方 包括手指啊 那么这个呢都属用增加细节的这个部分 那么增加细节之后 最直观的感受呢 就是这个图片变得越来越清楚 那这个细节是怎么增加上去的呢 那这个呢就会涉及到一个技术 叫做反采样啊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在之前用类似的这个 就是主体替换啊 比方把一个图片里边的人 或者视频里边的人 换成一个狗的时候 那这个有一些技术呢 就是靠反采样来做的啊 那么我们下边来看 具体是怎么来实现的 那基本的工作流呢 那我们大概过一遍就行 宽度呢 1280720 那么这是我们的模型加载器 那我们的VE 编码器 这个是一个空的 latent啊 这呢我家里一个老软啊 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出现这个动漫人物啊 如果他出了动漫人物的话呢 可能我对比起来就不太容易 呃展示这个效果啊 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采样的修正器啊 采样器 呃这个采样器呢我这用的是欧拉的采样器 然后 ddm-uniform 呃这个呢大家尽量的选择 normal或者是 ddm-uniform Keras那个呢也可以啊 但是由于他不收敛嘛 所以说呢 我个人觉得从理论上来讲可能不可控的因素会更多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这个欧拉和 ddm-uniform这种形式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了一个基础的图像 就是带优化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我把一些这个变量给他存起来啊 方便我们去使用 好下边呢我们看最主要的这个部分 那这呢我会经过一次反采样啊 大家注意这个反采样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不管是这个dit架构的还是这个unite架构的啊 这种模型它其实都是一个降噪的过程 我们把一个满式噪点的图片经过一步一步的降噪 变成一个清晰的图片 那我们所谓的采样的过程就是去除噪点的过程 那如果它要是一个反采样就是增加噪点的过程 那增加噪点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增加一些细节 因为我们知道图像的细节都是靠噪点出来的 如果图像没有办法再出现更多的细节就说明它降噪已经降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个放大呀缩小啊 产生更多的噪点来让它出现细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优化图像的时候一定要先放大或者先缩小 你原样去总采样啊 这个一般效果不会特别明显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噪点 那么反采样呢就跟采样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啊 那如果采样是很少噪点 那反采样呢就是增加噪点 那增加噪点当然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这个latent上面啊 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采样器就非常有意思 你注意这个采样器是由第三方的一个组件啊 或者第三方的一个图啊 config noise 专门的一个噪点库来提供的这个呢 我们也是25步采样 但是你要注意 n的at step就是我20步就结束 那就是说我这个增加噪点呢只增加了5步 那别的呢跟这个普通的采样器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有一个规刑是尽用的 那当我们从25步到20步去增加噪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么这个图片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楚 因为我们增加了噪点嘛啊 注意啊现在我是在预览这个latent 这就是增加之后的一个效果啊 然后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把原来的这个latent呢给它放大了一点 放大了也不多啊 1.05 那其实呢我就稍微呢给它放大一点 而且我用了扼烂等一处就是我们尽量让它对齐啊 然后呢我这用了一个差值 也就是说我从这个到这个做一个差值 因为这个是原来的做了一个放大 而这个呢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噪点 那我做了一些差值之后你会发现 那么它就会相对来说噪点更加的平滑 那用这种方式呢 我就在这个图现当中增加了一部分 符合这个图像分布的一些噪点啊 然后呢我们再一次进行采样 就能看到这个效果了 你注意这个采样里边呢 我们用到了这个采样步数呢就比较多啊 注意我这用的是35步 因为呢在这里边我们的降噪系数是不可能设置成1的 因为你设置成1就没有意义了啊 设置成1原来的参考图像全没了 所以说呢这儿我们一般设置成0.5 那由于我这儿用了反采样啊 5步给它增加了一些噪点啊 所以说呢我这采样步数适当的做一些增加 不用太多啊 因为我普通的话应该是25步来生成图像的 所以说我这用了35步 那降噪系数是0.5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图像 那对比起来就像大家看到的 那这个图像就会拥有更多的细节啊 那这个就是反采样的一个技术来增加我们这个细节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原生的就是不用这种第三方的组件啊 我们用一个原生的方式来实现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儿呢是一个自定义的采样器 模型的部分这个不用说了 那么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 Sampler 我们选择一个采样器的类型 我们这选的是欧拉 你注意这个Segamas呢 原来我们是直接连这个 直接连上它啊 那我们这选择调度器是DDM-Uniform 25步 你注意这个降噪系数是0.15啊 那它的0.15的意思也就是说25步的15%进行降噪 这个不太容易算啊 你去算是大概是是多少步 应该是不到5步啊 这个大概4步左右啊 就是它不是个整数吗 那么也就是说我从25步大概降噪到21步结束啊 跟这儿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我这儿写成0.2 那就跟这儿是一样的啊 这儿我写的是0.15 因为这俩的机制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然后呢 我们这儿选用了一个这个东西啊 叫FlipSegmas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FlipSegmas的意思是说我要反转这个Segma 因为你Segma本来是来降噪的 我如果反转它的话就变成了增加噪点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采样器呢 就从一个降噪的采样器 变成了一个增加噪点的采样器 也就是从一个sampler变成了一个unsampler 所以说呢你即便是没有这个第三方的扩展 你用我们原生的方法也可以这样去做啊 做完之后你注意啊 这个生成的噪点呢 这俩不见得完全一样啊 但是呢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我现在不用这个 那我们用这个噪点 那我们去生成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也得到一复这样的图像 然后我们去对比 你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效果呢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两种方式都行 那么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并不是一种奇怪的操作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实验啊 比方说呢我现在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我们在这沾一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闹着玩 让大家比较好的理解这个东西啊 你注意啊 我现在呢把这个采样步数给它调的大一点啊 调成30 这样容易我们去看 你注意这个降噪系数我设成50% 也就是0.5 那就是大概是从第30步到第15步的时候逐渐降噪 15往后呢就不降了啊 我说的不太对啊 不是降噪是增加噪点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同样会得到一个latent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它把它放到下边啊 这个噪点可能会很多 因为我们进行了0.5嘛 就是50%的这个降噪啊 所以说这个图片可能会模糊程度会更多 并不像原来的15%20%那么清楚 对啊它现在噪点就很多了 那现在呢我们再给它重新的来一遍啊 我把这个perc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复制一遍 大家注意啊它整个连接的都一样 下面呢我把这个sigmas它拿过来 然后采样器的选择这个跟之前的都一样 这个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就在于我们这个增加噪点的这个部分啊 你注意就是这个flipSigmas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add noise呢给它变成false 你注意啊这是增加噪点 这我要继续降噪啊 所以说呢 这我就把这个add noise给它去掉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像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实验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还原图像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的话呢 你注意我们先用了50%进行增加噪点 然后又用了50%进行降噪 其实按道理来讲呢它是既没有增加噪点也没有降噪啊 其实我是试图去还原这个图像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方式 但是你注意虽然这个很多的细节我们丢掉了啊 但是你发现这个人物以及图像这个部分的内容 这个呢基本上呢都是保留下来的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注意在我们第二次这个降噪的时候就不要再有add noise 如果你有add noise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噪点就不太均衡了嘛 因为你这儿是增加的那这儿我是试图把这个增加的给它去掉啊 那么所以说按道理来讲这儿要选成false 那如果你要是用这个其他的模型的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通过这个你就会发现啊 那么其实所谓的反采样就是增加了这个和不增加这个 其实你可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操作 所以说这个是降噪 那这个就是增加噪点 那既然它能增加噪点 就能增加这个细节啊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路子 那这一期视频来讲呢 它整个的这个技术会更多一些啊 不是说你可能你照着跑跑这个工作流就行 你可能需要去理解一些基础的这个呃 知识和原理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 关注我做一个友爱的人 defining 比档 小 那